大同路中華電信 發生什麼事啊 電話一響 接起電話 消防人員分秒必爭 就怕錯過黃金時間 只不過有人卻把報案電話當遊戲 惡意騷擾 佔用救命專線 嘿 怎麼了 跌倒 請問你 我們這邊有人跌倒 有人跌倒 需要救護車是嗎 是 呼吸 什麼意思 沒有話 呼吸 同一個人打了三通報案電話 不僅重複撥打 其中兩通報案者聯絡電話 和報案室友根本就不同 而這樣的狀況層出不窮 台東縣消防局在八九月期間 針對小孩重複撥打 和民眾惡意騷擾等案件 就開出兩張違反消防法的舉發單 那我們台東縣消防局 今年到十二月二十五號為止 我們目前總共也有 一萬兩千通的無效電話 那其實大部分九成五以上 都是無聲或者是來電取消 或者是誤撥為主 而這樣的無效電話 就佔了總報案電話量 大概四成 全台更是四成以上 實在讓消防人員相當無奈 對此消防法已經修正施行 針對無故撥打消防機關報案電話 或謊報火警災害等情勢 異消防法第三十六條規定 罰還提高到新台幣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 無聊當有趣濫用報案資源 不僅可能觸法 還可能妨礙到關鍵救援 咱們希望王浩元您親與台東桑報道